嗨,大家好 您肯定经常想如何省事的做一顿饭 今天我就来和您分享一道菜 无油烟 不要煎炒烹炸 轻松搞定 先把鸡腿肉斜切成厚片 如果用鸡胸肉 口感就会差一点 鸡大腿肉纹理比较丰富 更容易入味 切好以后 倒入适量的叉烧酱 叉烧酱一般含有酱油 盐、蜂蜜、大豆 白芽糖、大蒜等十多种成分 味道非常丰富 再加少许白胡椒粉 辣椒粉 蒜粉 再加一点花椒粉 料酒 如果用猪肉做也可以 但是腌的时间最好在三四个小时 拌匀以后腌20分钟 如果时间富裕可以多腌一会儿 这道菜是用空气炸锅来加工 用青红柿子椒打底 把鸡肉均匀的铺在表面 350华氏度烤18分钟 轻轻松松就做了这一盘非常好吃的叉烧鸡块 漂漂亮亮的摆个盘就显着更加高大上了 柿子椒也吸收了一定的味道 味道比鸡肉不差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